字幕臨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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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盡量呢 就是在這一個小時時間裡面呢 用Try On My Baid 所以進我所能的 OK 來演繹出好戲 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激励 那激励我想每个人都应该 心里面都有学 大概至少都有学过这个东西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抵用 我们该怎么去激励 但是今天的主题是创新的话 我就先从创新这个概念先开始好了 创新的一个概念 基本上我就这么去理解它好了 对不起我有一些感冒 所以我今天讲话稍微小声一点 创新事实上它通常不一定是成功的 它是经过不少的实验 经过不少的失败 然后它才能够真正推广出来 那我今天在讲这个创新的 这个内在的这个激励方式的时候 我可能不会从 一般人会这样讲 你要怎么做才对 我会一开始跟各位讲 你要怎么做是错的 错完之后你才会去讲对的 所以我一开始会讲从反面入手这个东西 反面入手完之后 我才会去探讨正面探索 它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最后我会把时间开放给大家 就是说各位如果说在公务机关里面 你们有遇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们会怎么做 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一下 好那我从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公务创新的案例 分享给大家一下 这些都是在我在新加坡十年的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各位看这什么东西 各位知道这是哪里吗 这是我服务的学校 南洋理工大学 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建筑 这个建筑是视觉艺术学院 它最特别的地方大家看出在哪里了吗 玉建筑 对它是完全绿色 它是第一栋 大概在90年代就有的东西 它把草子盖在那一个屋顶上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概念 然后它现在又把这个绿这个东西一路扩展到了 哇那现在这是哪里啊 这个是一般的住宅区 台湾基本上看不太到这个东西的 还有呢 这个是超级有创意的 他们把绿搞到什么地方去了 把公车顶上面去了 台湾想想到这个东西吗 目前好像还没想到 我从新加坡刚回来的时候 就是大概七月多嘛 那个时候我在家里面隔离 在检疫啦对不起 检疫 讲话要讲清楚 那个时候我家的温度是这个样子 39度 39度 阴天 同样的日子在新加坡 右边是新加坡的 一样是阴天 它是30度 整整差了9度 各位知道这样的一个绿化差别有多大了吧 OK 他们还打算在干嘛 还在这边还在讨论 要在哪里盖你知道吗 在捷运的屋顶上盖 要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绿色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 去看看新加坡它本身的一种 不断的一种创意的一个激发 这也是一个 各位当过新加坡的话应该看过这个东西 有人看过这个东西吗 有人看过这个东西吗 这个是干嘛的 你知道吗 收费系统 城市收费系统 就你开车进城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个尖峰时间的话 那上面都告诉你 你看有没有 小行车2块钱 摩托车1块钱 然后中午时段从12点35到下午7点55分是这个价钱 其他时段还有另外的收费方式 它会根据着这个时段来调整它的这个收费方式 干什么 管制交通吗 其实新加坡的交通 就一个大城市这种 世界大多的来讲 已经算满能够接受的了 又是靠这样的一套系统来的 各位有看过这个东西吗 台湾有吗 台湾有吗 共享电动车 共享电动车 对不对 有 事实上 台湾有没有推过共享电动车这个概念 哥哥罗 哥哥罗啊 哥哥罗 已经接近是摩托车 对啊 虚异的一种概念 对不对 OKOK 因为哥哥罗是骑在那个 马路上的 对不对 就是因为台湾摩托车比较盛行 台湾人形它比较糟糕 但是新加坡它搞什么 它搞的是这种 它这个东西不会骑在马路上 它会骑在人行道的上面 然后共享也是一样的 你只要刷格尾马 你就可以上路了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东西有没有成功 答案是 没有 为什么没有成功呢 因为行人抗议 说这个东西跟行人抢盗 不管怎么样 他们用这个东西 解决来豪宇正式的交通问题 甚至包括 他们用这个来做那种foodpump 非常大 做这个食物熊猫 做那个uber1这种东西 市场非常方便 都道歉在为止 好 这也是新加坡的一个很有名的什么东西啊 各位看到这个是一种高级住宅区是不是 公宅啦 对不对 这他们的公有住宅 盖得非常非常的美丽美奔 对不对 那我曾经跟很多人分享过 新加坡为什么有能力可以盖这么多的一个公宅呢 凭什么样去盖这样的一个公宅呢 事实上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土地规划好了呀 85%的土地国有之后 他有很大的地方可以去盖公宅嘛 那公宅你也可以发挥充分的一个想象 你要怎么去建设这样的一个社区 他是从土地规划一步一步开始做到这样 然后这个东西更好玩了 你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天墙 蛤 天墙 不是天墙耶 他是从任何一个公宅里面 基本上公宅一走出来 就会有一个遮雨棚 哦 遮雨棚 对他那个遮雨棚一路连到什么地方 最近一定可以帮你连到最近的巴士站 如果没有连到巴士站 不是 巴士站以外 可以的话他还帮你连到那个捷运站 或者商场里面去 换句话说 新加坡多太阳又多雨 对不对 那我们出去 我常常 对不起 我刚刚我捷运站走到这边来 我快被晒昏掉了 那走大概差不多七八分钟吧 对 我会昏掉 我会想我在新加坡 我大可以基本上应该不用被晒 因为他叫捷运站一出来 一定有一条这个长廊 把我连到空到这个地方来 这都是他们政府里面发挥无限的一些什么 这就是创意的一些表现 OK 最后这个东西 这个我就不讲了 SYNPASS SYNPASS 这个可能大家 就是我们在新加坡不管 我基本上我还不是公民 我是外国人 但我们都会有个SYNPASS的账号 那个账号一登入之后 我觉得我还蛮惊讶 我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我可以看到我房下有没有那个房产 就是公屋的一个房产 我可以看到我有没有车子 我的车子登记的信号是什么 OK 我甚至可以查到我现在的工作什么东西 我的背景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我个人所有的资料 就是一件事通通都在这个SYNPASS里面了 我说哇 现在这个政府一件事的这种 登入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了 就是这样 好 我看了这么多的这些 以新加坡为例子的这种所谓的公共服务创新 我想回到最根本的一点 说有人会问了 这些政府的这些员工 他们是怎么想出这些有意思的东西来的 对不对 我从反面入手 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各位先看一张图 看完这张图的时候 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想到那句成语叫做 有钱能是鬼推磨 这也是钱的 钱我 我本来有看到一张图更好玩 那个钱投进去 鬼就会开始这样磨啊磨啊磨 那个是动画所以连不上来这样子 OK 对啊 有钱能是鬼推磨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真的吗 我们一般人会认为 用钱来推动是最有效的 从小我们 我从小 爸妈要开始纠正我行为的时候 一定大概就是 啊你这个东西做好了 零用钱五块 那个没有做好 今天零用钱五块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用钱来激励是我们一般人 最用直觉的方式了 好 那么把钱用在激励上面 事实上有没有实证证据呢 当然是有的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 应该是更早来1996年左右 在乔治亚州 在佛罗里达州都有推行过 就是所谓的绩效奖金制度 而且这是大型的一个推行 那推行的结果大概是 这个大概2006年 大概推行过10年之后 他做出来的一个结果统计 那我大概给各位做一个小小的翻译 他都要几个题目去问 他们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些员工 像第一题他问你说 这个Pay for performance 就是绩效奖金这套制度 在这个Georgia Gain 就是这个新的政策下面 它是一个可以激励员工的一个好方法 你有多少人是同意的呢 28%的人是同意的 只有28% 各位看最后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最后这一栏 然后第三个他说 My pay is based on how I do my job 就是我的这个 薪水是根据我做得多好来决定的 只有21%的人认为 这样的一个讲法是对的 然后呢 他说到最后一题他讲到什么 favoritism is a problem 就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偏思啦 就是有点熏思这样的一种状况 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多少人同意68% 快到70人同意 换句话说怎么样 绩效奖金投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有没有办法尊重基地员工 好像没有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所以啦 我大概整理了一下 为什么他可能会失败的一个原因 首先 我们如果讲说我们需要人创新的话 创新是需要被衡量的对不对 OK 那么在师部门里面 就是在一般的企业部门里面 创新出来的一个产品 我们看得到 在公布门里面的话 创新 你看得到吗 不 一定啦 有时候看得到 有时候 看不到 周梆主任这次讲做了这样的一个 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演讲 做这个主题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新 OK 但是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它有一个效果你卖来出去我卖不出去 不一定吧 OK 好 所以我们说创新是可以衡量的吗 或许可以 成功的创新产品可以 但是第二个 周梆 我不知道 我这个讲完之后 这个反应会有多好 如果反应不太好 你这个创新算不算成功 对 如果我这场讲完非常非常的失败的话 那么周梆这一个创新的idea 也是该被奖励还是该被处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OK 好 所以我们说像新加坡的行人道上的单车 后来被禁了 那这个创新是该被赏呢 还是该被罚呢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像什么东西啊 没有办法非常具体呈现出来的创新 比如说我用了一个新的教学法 OK 然后用全新的知识体系 然后这个全新的内容的这个创新 你要怎么样去给我一个奖励 新的教学法 如果因为有些学生 他这死脑筋跟不上新的这个内容 导致教学平线的低落的话 你要不要罚老师 我创新了 我创新了 你要赏我还是要罚我 OK 那比较更极端 我们把数据再提出来好了 就算我今天这个创新法提出来了 OK 然后有70%的学生认为 这个老师教的不错 这个新内容不错呦 但问题是有30%的人 完完全全跟不上 而且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讨厌 基本上我曾经在班上就遇到过这种状况就是 我的课堂是基本上是非常开放 就是提供给所有学生 任何人都可以讲话 但是有一些比较胆小一点的学生 他从头到尾不敢开口 不敢开口的情况就是 他最后他抱怨你说 这个老师从来没有给学生机会开口 他有30%的学生 不喜欢你这样的一个上课方式 那么 这种创新 你忽略了30%学生的权益 你是该被赏还是该被罚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要衡量这个所谓绩效 尤其是衡量这个创新的一个成果 你用钱 基本上用钱 就是你需要用定量的方式来衡量绩效 那用定量的方式来衡量绩效 在工部门里面 基本上不见得很容易成功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先不讲 我今天邀请了一个 这个非常有名的Daniel Pink 他也是一个创新 他也是一个所谓讲这个动机的一个 有名的一个学者 我们来放一下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放大概一半 我们来看看他 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 影片麻烦一下好吗 谢谢 I need to make a confession at the outset here a little over twenty years ago I did something that I regret something that I'm not particularly proud of something that in many ways I wish no one would ever know but that here I feel kind of obliged to reveal from the late 1980s in a moment of youthful indiscretion I went to law school now in America law is a professional degree you get your university degree then you go on to law school but when I got to law school I didn't do it very well but it mildly I didn't do it very well I in fact graduated in a part of my law school class that made the top 90% possible I do I never practiced law a day in my life I pretty much wasn't allowed to but today against my better judgment against the advice of my own wife I want to try to dust off some of those legal skills what's left of those legal skills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a story I want to make a case I want to make a hard-headed evidence-based dare I say lawyerly case for rethinking how we run our businesses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called candle problem some of you might have seen this before it's created in 1945 by the psychologist and Carl Duncker Carl Duncker created this experiment that's used in a whole variety of experiments in behavioral science and here's how it works suppose I'm going to experimenter I bring you into a room I give you a candle some thumbtacks and some matches and I say to you your job is to attach the candle to the wall so the wax doesn't drip on to the table now what would you do many people begin trying to thumbtack the candle to the wall doesn't work somebody some people and I saw somebody kind of make the motion over here some people have a great idea where they light the match melt the side of the candle try to adhere it to the wall it's an awesome idea doesn't work and eventually after five or ten minutes most people figure out the solution which you can see here the key is to overcome what's called functional fixedness you look at that box and you see it only as a receptacle for the task but it can also have this other function as a platform for the candle candle problem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an experiment using the candle problem done by a scientist named Sam Glutzberg who is now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the U.S. this shows the power of incentives here's what he did he gathered his participants and he said I'm going to time you how quickly you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 one group he said I'm going to time you to establish norms averages for how long it typically takes someone to solve this sort of problem to the second group he offered rewards he said if you're in the top 25% of the fastest times you get $5 if you're the fastest of everyone we're testing here today you get $20 okay you know this is several years ago adjusted for inflation it's a decent sum of money for a few minutes of work it's a nice motivator question how much faster did this group solve the problem answer it took them on average three and a half minutes longer three and a half minutes long now this makes no sense right i mean i'm an american i believe in free markets that's not how it's supposed to work right if you want people to perform better you reward them right bonuses commissions their own reality show incentivize them that's how business works but that's not happening you've got an incentive design to sharpen thinking and accelerate creativity and it does just the opposite it dulls thinking and blocks creativity and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experiment is that it's not an aberration this has been replicated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nearly 40 years these contingent motivators if you do this then you get that work in some circumstances but for a lot of paths they actually either don't work or often they do harm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in social science and also one of the most in the order i spent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looking at the science of human motivation particularly the dynamics of extrinsic motivators and intrinsic motivators and i'm telling you it's not even close if you look at the science there's a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and what's alarming here is that our business operating system think of the set of assumptions and protocols beneath our businesses how we motivate people how we apply our human resources it's built entirely around these extra motivators around carrots and sticks that's actually fine for many kinds of 20th century tasks but for 21st century tasks that mechanistic reward and punishment approach doesn't work often doesn't work and often does harm let me show you what i mean so blutzberg did another experiment similar to this where he presented the problem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way like this up here okay tax the camera to the wall so the wax doesn't drip onto the table same deal you were timing for norms you were incentivizing what happened this time this time the incentivized group kicked the other group's butt why because when the tasks are out of the box it's pretty easy isn't it if then rewards work really well for those sorts of tasks where there's a simple set of rules and a clear destination to go to rewards by their very nature narrow our focus concentrate the mind that's why they work in so many cases and so for tasks like this of narrow focus where you just see the goal right there zoos straight ahead to it they work really well but for the real candle problem you don't want to be looking like this the solution's not over here the solution's on the periphery you want to be looking around that reward actually narrows our focus and restricts our possibilities let me tell you why this is so important in western europe in many parts of asia in north america in australia white collar workers are doing less of this kind of work and more of this kind of work that routine rule based left brain work certain kinds of accounting certain kinds of financial analysis certain kinds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has become fairly easy to outsource fairly easy to automate software can do it faster low cost providers around the world can do it cheaper so what really matters are the more bright brain creative conceptual kinds of abilities think about your own work think about your own work are the problems that you face or even the problems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here are those kinds of problems they have a clear set of rules and a single solution no the rules are mystifying the solution if it exists at all is surprising and not obvious everybody in this room is dealing with their own version of the candle problem and for candle problems of any kind in any field those if then rewards the things around which we've built so many of our businesses don't work now it makes me crazy and this is not here's the thing this is not a feeling okay i'm a lawyer i don't believe in feelings this is not a philosophy i'm an american i don't believe in philosophy this is a fact or as we say in my hometown of washington dc a true fact let me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of what i mean let me marshal the evidence here because i'm not telling you a story i'm making a c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jury some evidence dan are really one of the great economists of our time he and three colleagues did a study with some mit students they gave these mit students a bunch of games games that involve creativity and motor skill and concentration and they offered them for performance three levels of reward small reward medium reward large reward okay do really well you get the large reward on down what happens as long as the task involves only mechanical skill bonuses work as they would be expected the higher the pay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but once the task called for even rudimentary cognitive skill a larger reward led to poorer performance then they said ok let's see if there's any cultural bias here let's go to madurai indian test this reward standard of living is lower in madurai a reward that's modest by north american standards is more meaningful there same deal a bunch of games three levels of rewards what happens people offered the median level of rewards did no better than people offered the small rewards but this time people offered the highest rewards think it worth it all in eight of the nine tasks we examined across three experiments higher incentives led to worse performance is this some kind of touchy thing socialist conspiracy going on here no these are economists from MIT from Carnegie Mell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you know who sponsored this research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et's go across the pond to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lma mater of eleve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training ground for great economic thinkers like george soros and friedrich hayek and mick jagger last month just last month economists at lse looked at fifty one studies of paper performance plans inside companies here's what the economist there said we find that financial incentives can result in a negative impact on overall performance there's a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did he does and what worries me as we stand here in the rubble of the economic collapse is that too many organizations are making their decisions there are policies about talents and people based on assumptions that are outdated unexamined and rooted more in folklore than science and if we really want to get out of this economic mess and if we really want high performance on those definitional task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solution is not to do okay 我这一段影片先放到这里 先放到这里 各位看完之后 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他的这个演讲里面 那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当我们用金钱来奖励人 做一些比较需要用到大脑的东西的时候 ok 和一些不太用到大脑的东西的时候 差别在哪里 那些不用大脑的事情 你钱给的越多 他做的越好 但是一旦要用到大脑的时候 你钱给的越多 他做的越差 为什么 因为他会把我们的视野 narrow down 对不对 就缩起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一个世界 这个是 我觉得他这个演讲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学起来的 这真的很重要 我从他演讲身上学到的非常的多 这是一个 好 还有呢 我们在讲到我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实验 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也是分析了一下 就是绩效奖金的一个金额 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太相信他刚刚讲的 一开始的时候听到刚刚那个演讲 我觉得不太相信 我就去分析了一下我自己用的一个数据 美国大概从2002年到2014年连续三次 他有三次的调查 我把他做了一个回归统计 结果我发现真的跟他讲的很像 就是他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从绩效奖金从那个金额在这里 金额是这样子 他从这个地方不断的加大 然后加大的时候呢 你会发生一开始的时候他往下降 后来他往上升了 代表说 好像绩效奖金如果他的金额够大的时候 还是能够产生一些正效果吧 所以我又回头去看了一些经济学家的一些实验 来我们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实验 是这样子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学生挨家挨户的 有一些教会的那些学生啊 叫他们那些教会的小孩子去干嘛你知道吗 去家里面干嘛去去 因为他们募捐啦对啦对啦对啦 去家里面那拿那个 存钱筒就像这样到家里面去 那个教会要募款了 麻烦捐一点钱这样子 OK 募捐这件事情是需要一点 这个的 不是说你嘴巴讲人家就会把钱丢给你 好 然后呢 我们对于这一些孩子 你觉得你会跟孩子们他们在出发之前 讲些什么激励的话呢 要让他们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做好的话 你会怎么告诉他 那个时候在这个实验者呢他就讲了 在第一组呢他把孩子分成了三组 第一组他跟孩子们讲说 孩子们啊 你现在去做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是神的事业 所以呢这个东西基本上呢 神的事情嘛 那当然我不能给你任何一分钱 给了钱就没意义了 就这样子 OK 你们去做吧 第二组的孩子 他是这样讲的 那个 你们我知道你们那个考试 期末考快要到了 还把你们抓出来做这件事情 有点对不起你们 那为了你们的这个时间上面的损失 我给你们一些回馈 这个回馈就是 你每拿一百块钱 的捐款 你可以放一块钱到你的口袋里面去 换句话说 你可以收百分之一啦 第三组呢 他讲的又不太一样了 他说前面的这个前提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了 爸爸爸爸 好 你们可以收多少钱到你们的口袋里面去呢 百分之十 也就是一百块你可以收十块 到你的口袋里面去 好要问大家一下了 猜猜看 这三组里面 哪一组的表现是 我先不问最好的 最差的是哪一组 第三组 一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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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组 有没有人说第一组的 没有 答案是第二组 最差 对 答案在这里啊 那个no payment就是一毛都不给了 他的收入大概是这个样子 平均收入 这是给了10%的 收了219块 第二名 最糟糕的是 一%的那一组 对 那一%那个真的叫做侮辱人 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 就是什么东西 你要给钱 要嘛就给多一点 要嘛你就不要给 不要只给一点点 他的 这篇文章的title就是 Pay enough or don't pay at all 就是这样子 这个结论你会给我不赚 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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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录影拍 录影片录好会专程拿到办公室 我没 哈哈哈哈 你一看想说沈宗宇交代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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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20% 哎我 哎 20%是不是 20%答案就对了 哈哈哈 根据 哦 有来有 他有一个小小的根据 您这个讲的还针对 最基本的至少要给到 如果是年终奖金的话 最有激励效果 至少要给到15%到20% 这是最基本的 像我今年年终奖金 哎呦不能乱讲 那么到时候哪里跟我录下来 这哪里跟我过来找我 怎么办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 好 好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来我给各位讲解一下原理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迈入正题了 原理是在这里 曾经有一个实验是这么说的 他把这个路人都抓过来 说我们要做一个所谓马表实验 什么叫马表实验 当然马表实验是假的 然后测验你的脑波的这个震动是真的 他是这样子讲 他就说 跟一组人嘛 请人过来 然后说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马表实验 麻烦你有空的话过来帮我们一下 好不好 这个第一组他是这样讲的 我们这个研究非常有学术教师 可是很不幸 这次的研究经费不太多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参与金的这个回馈 那就是希望你可以加入 然后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成果给你分享一下 OK 第一组是这样讲的 很显然他们不是没钱 第二组他就给钱了 第二组的人他就这样讲 我说 你来参与这个活动 你结束了之后 我们会给你一个回馈金 我们加定这个回馈金是多少 你只做30分钟就可以了 回馈金是50块钱美金 不错了30分钟50块美金 路边走走逛街没事嘛 1500块台币 干嘛 拿进去的时候等一下就去shopping了是不是 那挺好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组一开始的差别 我们这个Session 1 这个Session 1 代表了 我们刚刚讲完那段话之后 那两组不同人嘛 你这只要看左边 看右边不要看 看左边 Control Group 讲的是那一组 我们跟他讲说 你一毛都没有拿的那一个 纯粹学术参与的那一组 这一组 是我们说要给他50块的 然后我们去测一下他的脑 就是脑部被activation 就是激活的一个状况 大家比较一下 这两个 差别在哪里 有看出来的吗 这个红色的比较多 对不对 感觉很明显的 这稍微少一点 对不对 然后 马表实验结束了之后 这是马表结束实验的时间啦 OK 结束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给他测一次 他脑部激活的状况 这是之后的状况 来大家再看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两个 一个有 一个没有 OK 这一组我再讲一下 这一组是拿了钱的 这一组是没拿钱的 我们再比较一下好了 比较的是前后的一个差别 大家来看一下前后 这两组差别大不大 这个 不大吧 只有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这一组呢 很大很明显 不见了 这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啊 各位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发现了什么 那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 一组给了钱 一组没有给钱 没给钱那一组的差别不大 给了钱的差别这么大 你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 它在学里上面叫做动机排挤作用 什么叫动机排挤作用呢 就是说 在 一开始我们给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说我没有要给你钱 你来帮忙就好了 这个被激活的部分代表了什么 这个叫内在动机 就是我愿意来帮你的那个内在动机 这个部分 他听到了50块之后 好爽 爽的时候他就这个样子了 外在优因很强大对不对 远比内在的优因要来的强大吧 OK好 完了之后 实验结束 50块拿到了 这个没拿到 那你跟他讲谢谢你 那个下次要来再帮忙 好好好 我下次会再来帮你 我相信他还会再来帮你 因为这个还在 这个你下次跟他讲说 记得下次要来帮忙哦 好好好 50块 你不给50我就不来 这样懂那个意思了吗 好 那 学到了这个东西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把50块钱放进去了之后 本来这个人他可能是这样 本来这个人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丢了50块进去之后 这个人就变成了这样 外在的优因会把内在的动机给 推出去 推出去 可是我们刚刚学到一件事情 在前一个那个 那个 那个 Daniel Pink 的这个演讲里面有讲到 外在的优因很强大 但是不见得是有用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旦把钱丢进去了之后 你下次要再激励这个员工 估计你是激励不起来了 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动机嘛 所以 刚刚他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演讲里面 我等一下会把那个演讲放完 好 重点就是在于说 用钱来激励创新 基本上你是要提高一个人的外在动机的 但是他可能没有用 我们刚归纳的大概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 创新的绩效 尤其在工部门里面 它是难以衡量的 第二个 金钱会让人的视野变载 先说我们的一个创意思考 第三个 创新很多时候要靠的是什么 要靠内在动机 但问题是 你用金钱 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 排挤效应 排挤效应 才能排挤掉它的一个内在动机 好 那回头来 我就要问一件事情了 那你既然说内在动机很重要 内在的东西 我可以激发你吗 那不是一个 与生俱来就有的东西吗 有人会这样子问 好 好 那么我就从这个问题点开始下手来探讨 这一个内在动机是不是有办法可以 给激发出来 内在和外在 这个很明显吧 一个是为了 奖杯 或者是金钱 内内在动机它是为了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本身它 好玩 很有趣 我想要去做 那是一个比较粗略的一个分类法 在 一个理论叫做 自我决定论里面呢 它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你要把内在和外在 再做一个详细的区分的话 OK 内在还是在这里的 内在还是在这里的 好 内在动机在这里 外在动机你可以大概戳略分为3到4种 3到4种 我这样用英文讲的话 可能大家会比较感觉比较稍微 不太舒服一些 这里有一个中文的翻译版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翻译翻译的其实不太好 所以 要看就自己看 不看的话 我就用英文直接来跟各位做解释 因为我会用例子来做解释 好不好 好 它一般来说它翻译是翻译叫做认同调节 内设调节 外部调节 光看这个字面意思 你们应该是看不懂 其实他们来说我也看不懂 我不如看英文好了 好 它是这样子的 原文是 identify regulation introjective regulation and external regulation 好我给各位举几个例子 这些都是外在动机的一些形式 第一种外在动机的形式 除了说内在是为了这个兴趣 好外在第一个形式叫做identify 我们的 什么叫identify regulation呢 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 我有很多朋友是 我在海外的时候 我也常常去教堂 那个求学的时候嘛 我想问一下 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猜猜看 去教堂的理由是什么 每个人去教堂的理由会是哪些 你们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创意 精神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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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精神 我觉得就是很好 非常好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好像有了情谊在联系 很多是为了朋友去的 对不对 我 什么 去领念 去领念的 领念的比较少 你相信我 还是有像我这种就是会去 好 都是很有趣的一些理由 其实你们讲的都对了 是这样子啦 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 理论上应该是去 去信神的嘛 对不对 去接近神的嘛 是这样子 我想要跟神亲近 我曾经有遇过一些 比较有趣的基督徒 是这样跟我讲的 他是说 他刚刚 就是刚刚信主了 刚刚才信主 他觉得这是一个好东西 要分享给大家知道 OK 所以他常常去教会 他也觉得跟人家讲说 我是基督徒 我是恩光 这个东西尤其是在 我不讲台湾 我觉得这个在 中国大陆特别是常见 因为他们从中国大陆 是一个无神论国家 到了这个西方的时候 他们这个 受到这种所谓宗教冲击 其实非常大 然后他们讲到说 他们就这个 信了主了之后 觉得很想跟大家知道 然后他们就 常常去教会 然后把这个东西 要宣传给大家 这个东西 各位去想想看 他这个背后的这个动机 他这个动机 是属于内在的动机 我喜爱神吗 我要跟神更亲近吗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他是觉得信了主 他很光荣 他不见得希望说 OK我天天 他甚至这种人 不见得会天天拿着圣经 参加读经班在那读 他不会的 他只会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好东西 你跟我来吧 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Identify the regulation Identify是一个认同的一个意思 我认同了这一件事物 本身的一个价值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是有价值的 但是 我是不是真正喜欢它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第二种 OK也就是第一种的 所谓外在动机 还有一种人 这个属于我这一类型的 我刚去的时候 接待我的学长 是一位基督徒的学长 我住在他家里面 去不到一个礼拜 他就要准备 礼拜天要去教会了 重案一起来吧 我每天吃他的 喝他的 住他的 你觉得我要不要去 要 不去会怎么样 只是就没面子嘛 对不对 没面子这件事情 你不去会不会怎么样 你不去不会怎么样吧 有没有人会打你 有没有人会扁你 不至于吧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不好意思 但问题是 你认同这件事情的价值吗 你不认同 你喜爱吗 也不喜爱 但是你感觉是被破的 你是被破过去的 所以这个东西在 英文它就是讲说 introjected regulation 你做一件事情 是因为你感觉到 焦虑 不好意思 虽然没有很实实在在的 逼迫你过去 但是你还是感觉到 有一点点那么被破了 最后就是讲到 领面粉 我当初也是领面粉一组的 有学生很穷 我们没有领面粉啦 我们直接去拿披萨 教会里面会提供免费的披萨 对不对 做好的嘛 我都不用自己去 回家自己擀面粉做披萨了 我直接去拿披萨就好了 我们留学生很穷 去教堂就有饭吃 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 你如果不去的话 你就会饿死 这是一种处罚 你不做就会有处罚 所以这是最外层的一种外在动机 你看外在动机它可以分好几种 从最糟糕的处罚开始 到不好意思 到我认同它的架势 但是我不见得喜欢 这些都不是内在动机 但是你听它 它是有一个程度差别的 好不好 OK 我大概区分完这四种动机形式之后 来来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好了 再玩一个游戏 最后是讲 大家应该做 在座的人都学过数学这个东西啊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 在座的是学理工科的 有没有理工科的朋友们 那代表你们数学应该不会特别好 好 那我来特测验一下 你们学数学的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说我喜欢数学啦 这也没有人说什么 你可以说我很喜欢 对 我也不会质疑你这样子 除了你很喜欢之外 还没有什么理由是你必须要学数学的 要考试啊 要考试啊 对不对 你觉得你学的认不认真吗 还算蛮认真的 为什么很认真 你其实不喜欢不喜欢啊 但是很认真啊 为什么 要考试 考试如果考坏了咧 会被骂 对不对 老师会打啊 对不对吗 爸妈会打 类这种东西嘛 是不是 OK 事实上情况是一样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会遇到我们上述的 四种不同类型的动机哦 比如说 内在动机就是我爱数学 数学很有趣 还有一种人他学的数学是要干什么 我不见得喜欢数学 但是我未来想要当什么 我想要当工程师 或是我想当经济学家 我如果不学数学的话 我没有办法做工程师 没有办法当数学 没有办法当经济学家 这个有道理吧 有道理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规范 这个是一种所谓的 identified regulation OK 我认同它的价值 但我不见得喜欢 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东西啊 同学都学得很认真嘛 OK 同学学得很认真 我如果不学的话呢 我一样 我会觉得没面子 好 各位把这四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呈现一个什么 它是呈现一个光谱状的 而我们每个人的动机形式呢 都是在这四种里面 你说你要取一种也可以 或是四种混合都有可能 或是某一种比较强 某一种比较弱 这都是有可能的 OK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有些强有些弱 那就代表 代表什么东西 这个强跟弱在某些时间点上面 它是可以变动的 它是可以变动的 这个变动 我在下面画了一条线 这条红色的线 就是从这边拉过来这边 你可以从 我本来学数学是因为 我实在在班上很怕输 我不要跟同学比比我输掉了 这种情况 有一天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搞 你就开窍 你就好像爱上数学了 有没有这种人 有耶 有没有发现过你自己 可能在某些学科上面也是这个样子呢 有耶 各位有没有想想看 为什么你会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想的一个问题 换句话说 如果动机能够改变 那就代表说 内在动机这个东西 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是可以被激发出来的 OK 好 那么理论上是怎么告诉我们说 内在动机要怎么去激发它呢 要怎么去激发它呢 那个我们的影片刚刚看了一半 对不对 影片可以再来一下吗 我们继续往下放好不好 就是一个新的性感应 是一个新的建议 构为用选择 需要去做好关键 做好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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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当周固的 命续用美机 做好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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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ive research the desire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at something that matters purpose Jerry do what we do in the service of something larger than ourselves these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n entirely new operating system for a business system I'm gonna talk only today about autonomy the 20, in the 20th century you came up with this idea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do not emanate from nature okay management is not a tree,!! its television set somebody invented it and it doesn't mean it's going to work forever management is great traditional notions of management are great if you want compliance but if you want engagement, self direction works better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of some kind of radical notions of self direction and what this means you don't see a lot of this but you see the first stirring of something really interesting going on because what it means is paying people adequately and fairly, absolutely getting the issue of money off the table and then giving people lots of autonomy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how many of you have heard of the company Atlassian? it looks like less than half Atlassian is an Australian software company and they do something incredibly cool a few times a year they tell their engineers go for the next 24 hours and work on anything you want as long as it's not part of your regular job work on anything you want so that engineers use this time to come up with a cool pack of codes come up with an elegant hack then they present all of these stuff that they develop to their teammates to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in this wild and woolly all hands meet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en speeding up to everybody who has a beer they call them FedEx day why? we can have to deliver something overnight it's pretty, it's not bad, it's a huge trademark violation but it's pretty clever that one day of intent autonomy has produced a whole array of software fixes that might never have existed and it's worked so well that Atlassian has taken it to the next level with 20% time done famously at Google where engineers can spend 20% of their time working on anything they want they have autonomy over their time, their tasks, their team, their technique it's radical amounts of autonomy and at Google, as many of you know about half of the new product in a typical year are birthed during that 20% time think about gmail, fork it, it's really new let me give you an even more radical example of it something called the results only work environment the row created by two american people in a row people don't have schedules they show up when they want they don't have to be in the office at a certain time, or anytime they just have to get their work done how they do it, when they do it, where they do it it's totally up to them meetings in these kinds of environments are optional what happens? almost across the board productivity goes up worker engagement goes up worker satisfaction goes up turnover goes down 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these are the building blocks of a new way of doing this now some of you might look at this and say hmmm that sounds nice but it's utopian and i say newit i approve in in two years later another encyclopedia got started different model right? do it for fun no one gets paid a cent or a euro or a yen do it because you like to do it now if you had just ten years ago if you had gone to an economist anywhere and said hey i got these two different models for creating encyclopedia if they went head to head who would win ten years ago you could not have found a single sober autonomous anywhere on planet earth who would have predicted the wikipedia model this is the titanic battle between these two approaches this is the ollie frazier of motivation right? this is the thriller in manila alright? injurystic motivator versus extrinsic motivator 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versus carrots and sticks and who wins? injurystic motivation and autonomy mastery and purpose in a knockout right let me wrap up there's a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and here's what science does one the 20th century rewards of motivators who think are the natural part of business do work but only in a surprisingly narrow band of circumstance two those if then rewards often destroy creativity three the secret to high performance isn'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but that unseen intrinsic drive the drive to do things for their own sake and try to do things because they matter and here's the best part here's the best part here's the best part we already know this the science confirms what we know in our hearts so if we repair this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 if we bring our motivation notions of motiva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if we get past this lazy dangerous ideology of parent who sticks we can strengthen our businesses we can solve a lot of those scandal problems and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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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thank the world i wrap my head i wrap my head tomi tomi 好像還講到的一個叫做 mastery 就是說他能夠掌握的這個 事情這樣的一個能力 對不對 還有講到一個就是purpose 就是這個 你的這個做事情有沒有一個目標 嘛 事實上呢 在理論裡面 我們講到的這個自我決定論 跟他講的其實很接近 他講的是三個 同樣也有一個自主權 另外兩個呢 他是叫做 competence 也就是他剛講的mastery 就是能夠掌控或是勝任事情這樣的一個能力 然後最後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講到互相關懷 ok 然後他這個這個理論你們沒有講到的是這個 所謂的purpose 沒有我把這些都稍微講一下 大概粗略的提一下 好 好 我先用一個例子 我就做一個例子就可以了 然後講完這個例子之後呢 我把事情就開放給大家了 我們來想想看 這些東西 我們在實踐上面 我們可以做哪些事情 比如說 你在學習英文 你要怎麼激勵小孩去學英文 我們家小孩最近 昨天好高興喔 收到的學校有了通知 耶耶 我們家小孩考上雙語班了 ok他明天開始要去上雙語班 那我平常是怎麼激意他去讀英文的 ok 他說 你可以給孩子 選擇自己喜歡的興趣 而是自己有興趣的題目 書本節目 而節目 甚至閱讀的一個時間 就是怎麼樣 你 你當然可以強迫他去學習 但是你可以給他在這個強迫裡面 一些他自己選擇的空間 這個就是自主權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用最傳統的 少一分打一下這種方式 一種是正向 一種是負向 一個是給他自主權 一個是把他自主權給剝奪掉 那很明顯的 現在的家長會選擇說 那就是選擇第一個吧 就是這樣子 勝任的能力的話呢 各位想想看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在某一個學科上面 你本來不太喜歡 後來慢慢喜歡他了 有沒有一個可能性是 因為你突然有一天考試考好了 比如說吧 我本來其實坦白說 我本來英文不太好的 你知道嗎 我小時候我其實英文實在是不咋樣 但是有一天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覺得我就開竅了 我原來英文就拿了八九十分 就欸 八九十分了耶 後來發現 原來我好像掌握到了什麼東西 一個英文的一個基本規則之後 我開始懂得怎麼考試了 那個就是什麼 足以升任問題的一個能力 OK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很多時候是需要你自己去感受到 但很多時候是別人可以給你的 我們來看看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說 你在客觀的考試成績上有進步 OK 當然這個就很明顯了 或是從別人口中得知你有進步 這個後面那句話就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很多時候可能是領導告訴你的 你的朋友告訴你的 欸你有進步喔 欸你這件事情做的不錯有進步 是不是啊 就這樣子一種感覺 所以這一句話事實上 對一個人影響事實上是很大的 OK 這個有進步 然後呢一個負向的一個激勵是怎麼樣 我們就是說 同樣是你在有進步的時候 你跟同學一比就突然發現 哎呀我的進步好像不怎麼樣欸 可能從50分進步到60分 同學都是七八十分 然後你那個這件事情又 砰又掉下來了 這個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所謂 足以升任這個能力 是你主觀判斷的 這個主觀的一個判斷 可以由不同的訊息得知過來 而領導者或是管理者 該去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這些不同的管道 讓你感覺到你有升任這件事情的一個能力 OK 最後是相互關懷 我們來看一下一些例子 比如說 錯誤的部分呢 你寫錯老師呢 他會直接給你一個回饋 上面告訴你你哪裡錯了 通常呢比較糟糕老師就是用個紅字框起來 然後啪 然後扣一分這樣子 對不對 以前這是我們老師做的方式嘛 這是最差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後來我自己當老師的時候 尤其我以前在教語文的時候 我是把這個地方框起來 我在後面告訴他你怎麼寫對 結果當然花了我很多的時間 但是學生的回饋絕對是正面的 OK 他會感受到至少我對他是關心的 班上同學都在拼成績 以勝過別人為樂 這是一個所謂的一個相互關懷的一個環境 那如果大家都在拼成績 你會感受到同學在跟你相互關懷嗎 當然是不會 所以在職場上面不管在什麼地方 我們盡量避免什麼東西啊 惡心競爭嘛 對不對 OK 然後你也可以讓什麼父母一起學英文 事實上要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 父母在孩子旁邊的陪伴就可以了 這個陪伴也是促進什麼 相互關懷很重要的一個方式 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說你的學英文的動機 從外在的動機 怕被罵怕輸 一路到了你喜歡 或是認同他的一個價值 這些東西是不是都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一些元素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在這個 自我決定論裡面 他講的最重要的三個心理需求 自主權足以勝任的能力 以及相互關懷 好 這是我用學英文來做一個例子 現在進入到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講時間也不多 就留給大家來討論一下好了 如果在公務機關裡面 我們要把一個人的內在動機 給激發出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在這三個最大的 心理需求上面下手 這才是我們最關心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好 自主權的話 我先帶個頭好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東西 大家也可以不妨想想看 提出來給我們大家參考一下好不好 比如說我自己 從海外剛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 哇 台灣的整個法規限制的 好嚴厲啊 這是前兩天給我的一個感受 就是 本來曾經有個單位跟我講說 那個崇安老師啊 你們這些海外學者 如果來參會的話 來參與我們這個會議的話 你們要寫論文 寫論文 那個我們 我們是有算字數的一個字多少錢 這樣子 一千個字多少錢 這樣子 我就喔好好好 然後 沒問題了 我現在人在台灣 我會去參加會議這樣子 你在台灣喔 那對不起我們錢不能給你 我說 蛤 我是海外學 我是海外的嘛對不對 你們是鼓勵要海外的學者來參會嘛對不對 沒有 你人在台灣 我人在台灣跟我在海外有沒有關係 我 我人在台灣跟我是不是海外學者有沒有關係 沒有 上面的規定是這麼寫的 我們是希望海外的學者能夠回來參會說 我們要補助你這個錢 那你人都已經在台灣人在補助你了 喔 這樣子喔 好 我要講這個意思 其實我是要講說 他這個法規規範到有一點怎麼樣 有點死板啊你知道嗎 就是死板啊 他似乎是已經忘記了這個海外 他重點是要邀請有海外的人過來就可以了 但他把他說你在國內所以我就不補助你了 就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說法規的彈性授權的一個可能性 這個東西都是自主權裡面很重要的一些元素嘛 對不對 還有包含的像是說什麼東西啊 你要讓下面的人有自主權領導風格必須要有一些改變 領導要能夠幹什麼 要能夠扛責任啊對不對 下面的人怕犯錯 要不然領導怕犯錯 下面的人也怕犯錯 創新不是就要犯錯的嗎 就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OK 這樣這個東西也可以應用在我們是最近看到的這個彰化的這個普篩的一件事情嘛 是不是 對啊 你很多時候下面做的 他是透過他的一個什麼那個那個彩量圈去做的一個決定 上面就要開始準備要管制了 那你這樣子的這種 事實上普篩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至少在我看起來還蠻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但是 要怎麼樣上面的一個壓制就下來了 那你會 會扼殺了這些所謂的一個 所謂創意的一個事情 除了這些之外呢 各位還能夠想到什麼東西 有關於這個 自主權的部分 其實還有 還有相當多的一些元素啊 各位不妨去 動動腦筋 那個腦力激盪一下 還有包含的像是感到升任的一個能力喔 這個東西我倒是 比較有一些感受 就是說 呃 我們的這個領導在於平常 這是我剛剛講的 口頭獎勵 永遠重要過於其他方式的一個獎勵 尤其是金錢上面的獎勵 而如果口頭獎勵跟金錢獎勵同時要出現的時候 務必讓口頭獎勵的重要性高過金錢獎勵 就這樣的一個意思 比如說 我今天要發一張獎狀 還要發一個獎學金 OK 你不能讓這個獎學金的重要性高過那張獎狀 不要讓學生 比如說學生 我就是衝著這個獎學金來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公務人員也是一樣的 OK 我們說創新有一個創新獎 你當然可以提供兩萬塊錢 三萬塊錢的一個創新獎 但那就會很可能造成我們剛剛想像的一個結果 這個兩三萬會限縮一個人的一個 那個視野跟他的創意 反而造成的一個反效果 對不對 OK 甚至還有說我們之前討論過的用這種 購物券或什麼其他方式 或是獎品去取代禮金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會是讓人家感受到勝任能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感受到勝任 我再講一次 不是說他自己客觀上面去感受到這件事情 很多時候是我們 我們發出這些信息讓他去感受到他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一張獎牌一張獎狀 就足夠對這個人產生一個影響了 OK 那還有最後就是像說要避免一些惡性的一個競爭體制 然後在我們在給獎項的時候 除了給個人講不要忘了團隊講這些東西 經常給予這個員工實質上面的一些關心 大小事情上的一些關心 工作上面的一些回饋 這些東西我覺得 尤其是在第一點上面 我自己在南洋理工我的感觸其實非常的深刻 南洋理工是國際排名 目前在QS排名大概是大概11 12名的那種學校 那種競爭就是個人競爭的意識非常的強烈 在此同時我發現我們的同事之間 沒有什麼太多團隊合作 沒有太多團隊合作 大家因為要拼自己的東西 那有時候甚至還會有這種 我就覺得所謂的一種惡性競爭 會惡性比較這樣子 你今年發了幾篇文章 你今年發了幾篇文章 那種感覺事實上不舒服啦 知道吧 對 所以我們當這些元素都集合起來的時候 你去想想看 南洋理工它已經是世界的 我們說遺留到 但是我們希望的是什麼東西啊 希望的這些教授們 如果說你們都是金頭腦的話 你們應該可以湊成一個更好的一個團隊 有一些更好的idea出來 不應該滿足於現在這樣的一個樣子 不是嗎 OK 所以我剛講到的這些元素 我覺得只是說我個人的一些經驗上面的分享 我覺得 在座的各位 公務界的先進喔 你們應該還有很多 看到這三個 自主權 這個主與生長的能力 還有這個 互相關懷這些元素的時候 你們可以想到 在你們工作單位裡面的一些東西 我想都可以好好的把它應用在 激發一個人的內在動機上面 內在動機 我們到最後就做一個小小的結尾就是 它是創新最重要的一個元素 然後用外賽的金錢來刺激 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尤其這個金錢的size太小的時候 記得要跟校長講好了 好 那我今天的這個演講就到這個地方 好不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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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